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LG.S详解 我是你的贴心讲师 爱你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VLG.S详解的第六节 那么我们指的名字叫VLG当中的类一样式板定 类一样式板定 首先我们要先说明一点 书籍板定呢 它是一个常见的需求操作 元素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些元素 来操作class列表和它的一些内联的样式 因为什么 因为class也好 或者是我们内联样式style也好 class等一个值 或者style等一个值 它们都只不过是普通的属性 属性我们把它叫做attribute 普通的属性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用viewbuild viewbuild这样的指令来处理它们 只需要来计算出表达是最终的一种字符串 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字符串拼接 有的时候什么单引号双引号各方面的东西的 它有的时候很麻烦 而有的时候也容易出错 所以呢我们在viewbuild的时候 我把它专门用到class和style的里面 viewz.js就专门把它做了一些增强强化 这样的强化的话是什么呢 除了我们来拼接一些字符串之外 还可以是对象或者宿主 好 有了这两个方法 有对象或者宿主之后呢 类一样是 它板定到vblind的这个上面的时候呢 它就专门强化了很多 当然也相对简易了很多 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强化和简易呢 来随着我们进入我们的课堂吧 那这一节里面我们主要围绕两点 第一个就是板定class 第二点就是板定我们的内联样式 好style 那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 板定class 我们尽管可以用这个双滑括号标签的方式来摆定class 比如直接class等于这样的这种方式来 但是呢我们不太推荐 为什么呢 用下这样的方式来 那么class name 好 那我们也需要在背后 在我们的controller端 然后呢进行一个class name的这个字段的这些控制 这一点等等 好 这种方式是可取的 用常规的这种MVC模式能够实现它 但是我们不推荐 我们更多是什么 推荐使用Vblindclass这种方式 并且它可以跟我们直接的class混用 但是呢 这个 好 这一个 其实class等于双滑括括号和Vblindclass 两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二选其一 但是我们更加推荐Vblind 为什么呢 因为Vblindclass后面 比如说我们跟一个对象 跟一个数字等等等等 它就要比class等于双滑括号来说要灵活的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呢 首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分为两部分来讲解 一部分是把它反定对象语法 还有部分是反定数主语法的 在对象语法当中 我们的写法非常简单 DIVclass 好 class这里呢 我们直接给一个值 static 然后呢 我们就用Vblindclass class它等于的值 就是比如说classA 好 e子A classB e子B 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controller端来看 在e子A 它到底是true还是force e子B 到底是true还是force 那么很明显 如果e子A是true 它是真 那行 我们就会在view端 给它实行增加一个classA的值 如果e子B是true 那么就会增加classB的值 那么两个都是true 就会增加两个class值 两个都是force 那么两个就不增加 那现在如果我们是让e子A等于true 而e子B等于force的话 那么很明显 就会在我们的view端 给它渲染为了class等于 好 它原本一个static 然后第二个是classA 好 就会成为这样的格局 那么我们都知道 CFS它的class当中 Html的class当中 它可以多个值 那么可以同时 用不同的css 来控制同一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很灵活的来控制它的表现形式 OK 虽然像这样说了一下 多说不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吧 好 在这里 我们就像这样来写的 还知道我们第一节课的那个笑脸吧 好 我们的笑脸 我把它提炼了出来 公共的元素 我把它提炼到了上面来 OK 好 为了大家能够看得清 我们就把它换含一下 换含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好 公共的元素 我们都翻到上面来了 然后呢 公共的这个尾类 尾元素 before和after这一块 我们也翻到这里来 那么如果是face 它就是这一块 如果是msc 它就是这一块 好 我们就像这样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 这因为我们的html当中 就是这样的class 好 它只是head 然后呢 vbelandclass 这一块是face isface msc ismsc 然后后面还是我们一样 追加的这段文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ontroller 那我们这里的话 对象还是一样的对象 好 解锁我们的div 然后呢 我们的渲染的内容 我们把它放到datalist里面 在datalist里面的话 innotext的 好 还是一样的 不变 追加过来 好 追加过来 它文字是什么样的话 是已经在sensit里面写好了 但是呢 它除了head的部分之后 它是以face 这样笑脸的样子呈现 还是以 这个信息的样子来呈现呢 就取决于这两个到底的真和假 对吧 那么isface 我们在这里面给它的值是true ismsg 我们给它的值是false 好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但是呢 我们在后面还做了一个好玩的事情 什么呢 我们等待5秒钟 好 5000毫秒 等待5秒钟之后呢 我突然把isface的值改成false 然后把ismsg改成true 好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会通过controller端 突然一下子改变了 我们的模型 改变了我们的model的值 改变了值之后 然后它通过双向板链 会突然把我们的这个veal端的值给改变 本来是 isface是true 所以呢 它渲染出来的话 是class等于head和face 那么在5秒钟之后 会变成class等于head和msg 那我们在显示的时候 会不会立刻就发生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会看到 它是一个笑脸的样子 但是呢 等隔了5秒钟之后呢 它突然就变了 ok 变成了这样一个msg的样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 1秒钟 2秒钟 3秒钟 4秒钟 5秒钟之后 然后呢 它就变了 好 隔了5秒钟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这种样子 ok 好 这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案例 我们把它叫做对象语法 好 那对象语法除了这种形态之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形态 是什么样子呢 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这个VBline的class指令 它可以以普通的class特性来共存 这样共存的话 就有个好处 当我们的这个意思A和B变化的时候 class列表 它就会相应的更新 那么这个更新的时候 其实说完来 更新了之后 在我们的流量期间 它读取的还是只是简单的class值 只不过说我们是把class里面的值 给它发生了变化 改变了之后 然后呢 我们的显示效果就发生了改变 好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 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板定 数据里面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这样的 class就等于class的object ok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把对象给它写到这里来 那我们看一下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小案例 那案例是这样来的 在这里 我们就有一个 ok 对象语法当中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face和msg 我们放到了一个对象里面来 然后呢face是true msg是false 就把我们刚才的这两个值 给它放到上面来 那么我们仔细看下下面这里 我们只是取一个对象 ok 取一个对象 classobject 它就在这里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就会从这个对象里面找 face的值 face是真 这样行 我就把这个值 给它追加到我们的class这里 的列表里面来 那么msg它是假 那么msg就不追加进来 那当过了五秒钟之后呢 我们把face的值变为了假 好 变为假之后呢 它就把class的列表当中的face给它去掉 然后呢 msg变为了真 那么行 msg它就会追加到我们的class列表里面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跟刚才的案例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呢 好 我们发现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然后五秒钟之后 它就发生了变化 ok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是一模一样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class class 方式当中的这个对象语法 它的两个最基本的用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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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